小鱼 那不是你家王母王姨吗 王姐 你怎么全买些烂水果呀 这 这有什么呀 榨成果汁 谁能看得出来呀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们有钱人也不差这点钱 再说 有便宜不沾王八蛋 哎 我还告诉你 我跟楼下水果店的老板塞了点红包 让他把价格打高 回去报仗 不就能这么转 哦 那个王姐 我家里边还等着做饭呢 我就先走了 好 笨 活该一辈子做小包 爸 小鱼回来了 小鱼啊 我准备跟你王阿姨去领证了 我不同意 我跟你王阿姨是真爱 素芬是个好女人 她跟我在一起啊 不图钱也不图房子 那她图你什么 图你岁数大 还是图你不洗澡啊 这孩子 小鱼 我是真心喜欢你爸的 我不图她的钱 她要真给我什么钱 我还觉得她看低我 我就说嘛 你王阿姨是我见过最单纯 最下两天的女人 哦 对了 小鱼 这个月的生活费没了 还有 我上午去给你爸买了点水果 我本来想着 这都一家人了 就不找你报仗了 但是你爸不行啊 你爸非说个是个的 所以 应该的王阿姨 你跟我来 王阿姨 你做假账的事 我就不追究了 但你想跟我爸结婚 不可能 什么假不假账的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样吧 这个月你做了半个月 我按一个月给你结算 你走吧 我不是你请来的 就算要走 也得你爸说了算 再说了 你觉得你爸 现在离得开我吗 那我就只好报警处理 苏菲 苏菲 苏菲啊 别找了爸 王阿姨说他家里有急事 挤了工钱就走了 不可能 我们说好了的 将来老了 埋也要埋在一起的 他不可能离我而去 肯定是你把他赶跑的 我的苏菲 你在哪啊 苏菲 爸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点吧 我不吃 除非你把我的宝贝苏菲 给我找回来 苏菲 我的苏菲 爸 吃点水果吧 我不吃 我要我的苏菲小宝贝 苏菲 你快回来呀 唐总 分公司出了点问题 好 爸 我分公司有点事 我得出趟差 你去哪啊 你把我的苏菲小宝贝 给我找回来 爸 你别闹了 你的新宝贝 我已经给你找好了 我走了 新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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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吧 你找一个 我赶一个 你找一个 我赶一个 我只要我的苏菲小宝贝 你谁啊 老婆 你看我带了一个好看不 你谁啊 这是我家 你带我表干净 哎呀 小鱼回来了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儿子 这个是我儿媳 哦 对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爸 已经跟我求婚了 以后啊 我就是你 我呀 今天买了大茶屑 我们一家人啊 吃大餐 好 小鱼 你怎么回来了 你说你回来 怎么也不打招呼 这怎么回事 哦 是这样 你不是出门在外吗 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冷冷清清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就把你 王阿姨一家啊 都请过来 热闹 我不是给你找了个新保姆 照顾你 谁让你 我和你爸 那能和外人一样吗 吃吧老套 哎呀 就是嘛 我和你王阿姨啊 是真集要在一起的 小鱼 你就成全我和你爸爸吗 我们是真爱 啊 对 真爱 小鱼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为了你爸爸 多大的委屈 我都受不了 对啊 小鱼 这事就这么定 你王阿姨啊 我取定 看来以前是我误会王阿姨了 也对 我爸这么多年一个人 我又忙工作 有个人陪他 我也放心 我同意了 哎 哎 我就说嘛 小鱼肯定会同意的 他是我的乖儿子嘛 太好了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小鱼 那以后 我就是你大嫂了 这房子 是不是也有你哥的一半 哎 大嫂 别这么客气 这房子当然 什么房子不房子 我跟你汤叔在一块 又不是囤他的房子 不过 你汤叔叔 他非要在房产证上 加上我的名字 他说这样啊 是对我负责任 好让我有个保障 啊 对对对对 妈呀 你遇到汤叔这么好的男人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汤叔叔 你真是好男人的典范呀 哈哈 志愿 志愿 我当然知道你跟王阿姨是真爱了 我这不是为了考验你们 不过王阿姨 还好你跟我爸是真爱 我爸呀 他什么都没有 你们的爱情 真纯粹 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这房子 还有楼上那一排豪车 不是你的呀 妈 小鱼那是考验你呢 哦 对 小鱼他说的对 这房子呀 还有楼底下那一排车 那都是小鱼的 不是我的 什么 这有什么 大家都是一家人 王阿姨 我爸没有 你有 你可以带着我爸去乡下呀 对吧爸爸 对呀 小鱼说的对 回头啊 我们就住到农村去 农村的空气也好 我们呀养点鸡养点鸭 这和几头小猪 多可爱呀 我看你像头猪 离我远点 不是你耍我们呢 一把年纪了 也不撒谎尿照着自己 还在这门存爱呢 真不要脸 你说你没钱没房没车 你跟我妈谈什么脸 我失恋了 不行 我得把他们追回来 爸 你什么品种恋爱脑啊 这捏椎 还想啊 大闸蟹 他颠走了我的大闸蟹 我的大闸蟹 我的表 小鱼 你这是又去哪里啊 爷爷 最近不是闲下来了吗 我去参加个同学聚会 一天到晚 就值得往外 也不在家 多陪陪我这个老牛子 对了 公司最近收回了 你家KTV刚好 你带上你那帮朋友去玩玩 顺便看看运营的怎么样 哎 爷爷 这出去玩就不谈工作了吧 行 你玩你的 我自己去 好的爷爷 哎 等等 来 这个拿着 最近啊 把你脑咄嗦 好 走了 去吧 怎么样 天奇 你这地方找的挺好的呀 那当然了 这家KTV啊 现在在超番极端起下 来这玩的人啊 可都不差钱 原来这就是爷爷收购的KTV 消费一定很高吧 没事 今天我请客 大家敞开了唱 敞开了玩 哇 好 仓少大气啊 哎 待会儿那个包间啊 包厢价格晚上太大 酒水果门啊 服务费这些都翻倍收 包厢的价格都是有标准的 不好弄 翻倍收 是不是太明显了 这你不用担心 里面那个呀 平常出手大分的很 一看就不差钱 到时候多出来的钱 搭了一日一半 好 各位 这位呀 是我的朋友 也是这儿的经理喵喵 你们有什么需要啊 直接找他就行 大家随便点啊 随便点 你们看一下 你们需要点什么 我看这家店消费还是挺贵的 要不我们AA吧 拍拍你说什么呢 小鱼要销个你AA啊 小鱼她差一点钱吗 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没事 本来也是我提议大家俩玩的 说好了我请客 好 你好 买单 你看下 这是你们的账单 放心 我已经给你们算了折扣价 不对呀 这价格是不是有问题 这比其他KTV贵了一倍不止 小鱼啊 你应该是没怎么出来玩过吧 这超饭计算提价的KTV呀 都是给那些非富即贵的人享受的 价格一直都这样 我怎么不知道 你该不是嫌贵了吧 我已经给你们争取了最大力度的优惠了 你没钱早说呀 他组什么局请什么课呀 小鱼 要不我们AA吧 要是这是真实的价格 再贵我也给得起 但是这个账单明明就有问题 我是不会当这个冤大 我们走吧 干什么 想来账啊 听过吃霸王餐的没听过唱霸王K的 我告诉你们 今儿你们要是不把单买了 谁都别想走 这是在干什么 汤董 您来的正好 这几个人在咱们这玩够了 居然想赖账 赖账 对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好心介绍他来这玩 没想到 这没钱还装大款 我当有钱的孙子 还需要赖账吗 爷爷 我可没赖账 是他俩 穿同起来 把我当冤大头呢 哼 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敢搞这些小动作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爷爷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答应我 要让我好好玩的 我就先走了 走吧 哼 告诉法务部 给他们每人发一份律师函 我看不下的事就会儿子 我看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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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